是我們家也有耶 來手吧 我們的故事 愛人之類 再多唱就要罰錢了 好 還有這個 他們都是新的嗎 還是也是收集來的呀 應該是收集 然後現在就是再重新包裝 然後想要重新 讓那時候沒有接受到 這個文化的人 再重新去看這個 這個東西是蠻迷人的 我超想看到 哈利波特的世界耶 這個東西看起來 好像都比我老耶 這是什麼啊 花生喔 哈利 你好 你好 你是老闆嗎 是 要怎麼稱呼你啊 我叫鳥飛 鳥飛喔 對 鳥飛不好意思 我得到一個線索 她說叫我找這個字典的主人 結果這本是你的嗎 這是我的收藏之一 你眼睛很好耶 這裡面字也太小了吧 以前就是可能想要攜帶 然後再行走 或者是搭乘公車的時候 可以閱讀的 所以他們都做非常小秀整形的 可是鳥飛你看起來很年輕 但這本字典看起來年紀 其實好像蠻大的了耶 這個是我早期 那時候有一個陸港的藏家 他說他收到一批 台灣第一個 近視正家後代的東西 然後問我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去看 就發現 這一批文獻 或者是他手上的 這些小東西都非常有趣 所以你是這種古物的收藏家囉 一開始從收藏出發 那慢慢的就是走上 比較專業的販售這樣 這個其實是美國的 那 美國的鎖 對 那鎖其實就像你說的 就是我們會收藏進來之後 我們都會希望它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物件到我手上 我都可能會做一些修鎖 或者是修 可以使用 對 就是說它要可以 真的可能電燈要可以 真的照明 或者是電扇它真的可以出 那鎖當然要真的可以去鎖上 或者是延續它的功能 它才會被我們 理所當然的留在身邊做使用 因為修復其實比做新的更繁瑣 那一般來講 現在你也找不到師傅 專門想要幫你做 那只好自己試著把它修成 它可以用掉 喜歡老東西某一個概念上面 它是一個環保的延續 去延續它的生命 讓它延續在我們生活之中 然後這個東西它才會 繼續陪伴著我們 它才不會被我們淘汰這樣 OK 就算它沒辦法扮演當代的角色 它也可以在我們 賦予它新的生命的時候 讓它繼續扮演其它的角色 這樣子 有點感人耶 它在修東西 它絕對有它自己的想法 因為如果今天我買了一個留生機 然後它是被修復好的 但我捨不得用它 我就是放著 它可能久了 它就變成了一個展示品 但如果經過我用過它之後 也許在我老了 這個東西傳給我的孫子的時候 它還會看到這個奶奶 她用過的痕跡 那其實東西本來就是要備用 它才會有它存在的價值 我是這麼覺得啦 感謝 巧里是你的夥伴對不對 對它是我們夥伴之一的 所以說 呃 我們剛剛有逛了一下三樓是民宿嘛 嗯 然後你咖啡廳其實是開在二樓 對 那如果說今天啊 我沒有你的介紹的話 其實我經過你的選物店 我看一圈 哦 我不會知道樓上有咖啡廳這件事情 嗯 為什麼不會想要開一樓 這樣子其實 可以賺得多 哈哈哈哈 那時候設定就是覺得 大家都這麼做 那我們 南部其實也是都習慣 把餐飲空間放在一樓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想要做一下不一樣的空間的趣味 所以我們故意把選物店放在一樓 把餐飲空間放在二樓 那三樓當然就是放民宿 你想要讓客人就是要喝咖啡的人 必須先逛一下選物店 然後不小心手滑買了一些東西之後 在二樓再喝咖啡再消費 那像樓上的民宿啊 你剛剛說只有兩間房對不對 是 為什麼不多做一些 因為你其實客廳裡面可以再隔一間 這樣子可以再多一點點的回收吧 對 我們那時候想出發點跟想像 其實不是以商業的行為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是想要讓這個房子回到原來的樣子 然後被看到 一開始認識他其實也是因為海派的關係 那時候大家說我們要一起 一起做這個空間 那也其實那時候就知道說 其實他收集了很多 很有味道的一些老件 對 因為我現在就是賣穀物 實話 沒有啦就是找穀物 然後經由我的修復 經由我的眼睛去幫 挑出我覺得不錯的東西 然後推廣給大家 以後有一股 傲氣 就是說我不能倒下去 讓你們就是讓大家看笑話 或者是讓你們真的覺得說 被你們說中了 所以 我還是一直在堅持我 心中所想像的那片美好 我想要呈現給 不管是懂的人或者是不懂的人 我覺得撐久了 到時候應該就會 就是呈現那一片 心中的風景 然後可以給大家看這樣子